最近网传原电力部副部长齐明的夫人去世了 他的儿子最近在网上留下了这样的信息 说在12月15号的时候 他的母亲是被物业上门修暖气的工人感染阳性了 之后发烧39度 在12月16号的时候开始出现回光返照 由于家人没有和这位老夫人一起生活 所以照顾他的两位阿姨 经常都会跟家里的人连线报告病情 开始的时候家里人还以为老太太的病情开始转好了 可是在17号的上午病情却开始急转直下 于是家里人开始联系120得到的答复是 你们离宣武医院只有1.5公里 太近了你们自己解决 经过家人的苦苦哀求120还是没有到来 于是家人只能够自己把这位老太太送到了宣武医院的急诊室 到了急诊之后发现场面极为震惊 人挤人人挨人 在急诊大厅的地上就开始为这位老太太做人工复苏 并且打肾上腺素 而且打了三针 历时20多分钟抢救之后 老太太还是终于走了 在急诊大厅的50多分钟时间里 齐鸣的儿子就说他见证了三位老人的去世 惨不忍睹悲痛欲绝 老人走了之后要推到医院的太平间 可是一进太平间的门就差点晕死在门口 因为太平间里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 横七竖八的堆放的全是尸体 不计其数 抢救的大夫说 这几天送来的85岁以上的老人 没有一个是可以活着回家的 但根据中国官方数据报道说 12月17号全国统计的阳性数据是 1936例 死亡只有两例 卧槽 中日 123 4 这一样堆了4 看这4个鸭子 这有5个 6个 7个 8个 9个 10个 11个 12个 13个 14个 15个 16个 17个 18个 19个 外面放了19个 真牛逼 卧槽